你好我是佳妮劍的主題是 胡人藤真Rondo受傷 火箭威少接受隔離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0 7月14號 今年睡醒常常發生很多大事 今天又來了 今天要聊的話題比較嚴肅 所以希望火箭跟胡人隊的球迷 可以稍微冷靜一點 我們先從火箭隊威少開始聊 他自己已經宣布目前正在接受隔離當中 他也希望復原之後可以前往迪士尼跟隊友一起拼戰 我們在昨天的影片中聊過 包括POPO教練以及小牛老闆Mark Cuban都表示 目前迪士尼也許是最安全的地方 原因很簡單 至少這些工作人員跟球員 都是檢驗確定沒問題之後 才可以進入迪士尼 所以這顆POPO目前是安全的 我們把話題拉回火箭隊 目前威少接受隔離 我們要注意的是 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開始接受隔離的 設定指的是正確的時間 簡單的說 只要他隔離的時間點越早 那麼他就可以更早結束隔離 而前往迪士尼跟球隊會合 六馬隊的blockdown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也是確診之後接受治療跟隔離 目前也預計前往迪士尼跟球隊會合 所以威少現在的狀況不是隔離的問題 而是下一次檢驗能不能安全 這才是重點 否則他還要再接受隔離一次 這對火箭來說才是最大的危機 而且球員進到迪士尼之後 還要再隔離一次 等到檢驗都沒問題之後 才會讓球員上場練習跟打球 換句話說 威少現在是跟時間賽跑 因為NBA在兩個星期過後就開打了 所以接下來的兩個星期 對威少來說非常重要 簡單的說 下一次的檢驗更關鍵 火箭目前已經確定打進季後賽了 差別在於是第幾種子 站在火箭的立場 能打進第四種子當然是最好的事 但如果威少來不及回到場上 至少火箭也不用怕 沒有季後賽可以打 所以現在對於火箭球團來說只能等 也就是等威少下一次的檢驗結果出來之後 才能有更明確的方向與答案 真心希望威少加油 因為我個人非常期待火箭瘋狂死亡無曉的陣容 因為不同的球風場上才會更刺激 接著我們來聊胡人隊的藤真Rondo 她目前已經進到迪士尼了 不過右手大拇指骨折預計修六到八星期 現在是七月中 修六個星期的話大約是八月底九月初回到場上 修八個星期就是九月中回到場上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提時間呢? 因為季後賽第二輪預計是九月一號開打 東西區冠軍賽則是預計九一五開打 所以按照目前的時間來看 Rondo在西區冠軍賽應該是可以上場的 但第二輪不確定 這個時間表也適用於威少 簡單的說威少的部分還是要等下一次的檢驗結果如何 我們才能知道更明確的方向 本季胡人打了63場比賽 Rondo只上場了48場 但球隊目前是西區第一 而且加賽8場比賽中只要佔贏3場 胡人就確定拿下西區第一種子 所以對於胡人來說 即使少了Rondo 球隊要拿下西區第一的問題應該不大 現在的關鍵是季後賽第一輪跟第二輪 本季Rondo在進攻端上非常不穩定 畢竟打打停停 也因為如此球隊在季中才補進了迪安威特斯這位雙能位 最大的原因就是怕Rondo在健康上出問題 現在Rondo確定休6到8星期 換句話說 除了迪安威特斯之外 Carrusso也要多分擔1號位的時間 另外年輕的Quincult並不在教練的輪換名單之中 但只要胡人確定拿下西區第一之後 胡人教練還是必須多練Quincult Carrusso、迪安威特斯這幾名能打1號位的球員 否則進入季後賽 皇上的上場時間會爆炸 如果第一輪的對手是拓荒者 我相信胡人教練用兵一定會更謹慎 因為拓荒者後場有小力飛刀跟Citry McCollum兩位砍將 相對於灰熊隊的Dramaroon 甚至是體育隊的Holiday以及球哥 拓荒者後場雙槍的場上經驗絕對是胡人非常大的考驗 所以在拿下西區第一名之後 胡人教練必須更大膽的練兵 我們曾經聊過胡人最大的敵人是健康 因為Rondo跟AD都不是拿全清獎的球員 AD今年出賽場次算多了 但Rondo還是打打停停 更麻煩的是他是板凳上組織能力最好的球員 所以在皇上下場休息之後 他可以有效的串聯球隊的攻勢 現在他受傷 好消息是最慢西區冠軍賽可以回到場上 壞消息是現在就是考驗胡人後場戰力 以及教練調度能力的時候了 至於牽下迪安威特斯到底是不是一筆成功的操作呢? 球迷很快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另外胡人隊真的不能再有球員受傷了 因為Everybody不打的情況下 胡人已經少了一名絕隊主力 現在Rondo又受傷 這兩位球員都是球隊中的主要輪換球員 這對胡人的影響非常大 最後想說的是希望我們家的藤真Rondo 以及威少可以早日付出 這樣球迷才可以看到更精彩的比賽 所以兩位要加油 好今天影片這邊結束囉 記得按下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我一個事實的鼓勵喔 更重要的是要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姜妮我們下次見 掰掰唷